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廢紙竟然出不了口,業界兩派有教喊 出口箱全面正出不了 阿哥,你出不了很嚴重 如果中國的批文這麼緊或不發 其實香港的廢紙根本沒有出路 其實出不了一句話,他已經說了好幾次 但最簡單的答案,其實不是 一街都支批廢紙,廢紙場又倒閉 業界為甚麼還吵架 先有環保從業園總會 星期五開始停收廢紙一個星期 說有九成回收商響應 我們長遠來說,我們一定要配合中國政府 進口廢紙的政策 整個總會同樣是絕對支持的 但問題這一刻,我們再符合現在的標準之下 我們也不能進口 希望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家因大陸要提升入口廢紙質量 所有出口箱都要新的批文 才能運到廢紙上去 有出口箱就還未收到新批文 令他們廢紙場擠爆 不過業界另一代表就說家下 其實還可以出口 出口箱停收,不拘留口 他之前也說過 有兩間沒有入口證 但現在整個廣東省 有18間大型造紙廠 其實還有16間是沒問題的 說自己的會,百多個會員 還有大約50間還有收 強調還有三個回收出口箱 回收至大陸 家下搞罷收,其實只是想壓價 暫搞了清潔工和市民 但一樣叫政府盡快和大陸談 放寬和解凍香港廢紙入口管制 好,第55集的自尊寶 今集第一節就選了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回收業 其實大家這幾天看到新聞的時候 都有留意到一個表面上 好像先前的新聞 整個集中點都是在老婆婆 街邊撿紙皮那些婆婆那裡 影響了他們的生計 因為始終香港對於老人家的退休保障 大家也不用在這個節目裡說 那些人可以在康正 在碧莉哥的節目那裡 Henry他們的節目那裡會說很多 那我不特別說 但是先前大家的集中點都在那裡 亦都看到這段新聞 證明其實根本是一些利益的集團 正在角力 那有些人就負責做回收那邊 有些人就負責將這些回收回來的紙 就做出口商 即是一些大判 那其實大判那邊就很明顯地是 就是拒絕回收的 然後就因為他們拿著出口的批文 那變成就根本你收多少回來 你沒有出口的批文 不是靠這些大判出了街 你收多少回來都是沒用的 你只要找地方去團職而已 那其實在這段新聞 後面也有一段短片 其實我也想播放的 原本我擔心會太長 變成好像說不到我想說的東西 那其實也有一些良心的回收商 就堅持是用回之前 就是這段新聞這幾天吵吵吵吵的情況之前 那個六毫一公斤的價錢 去跟老婆婆會收回這些紙 那所以其實 一個社會裏面來說 我們見到就是說 同樣一件事 為什麼會有兩班人在那裡 就是 有兩個那麼不同的口徑呢 就是同樣都是在業界裏面 其實說到尾就是有些人想找一些急錢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黑心錢 為什麼呢 其實回收業的利潛封口 就全世界都一樣的了 因為始終畢竟都是牽涉到一些厭惡性的工作 另外是很多不同的利益團火 好像早幾年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些新聞的時候 有人駕駛車放在街邊那裡 做一些廢鐵廢紙的回收 轉過頭就已經有人過來刑事毀壞 恐嚇 那換句話來說 如果一個生意 是沒有一個十分豐厚的利潤 那會不會有些人用這些手段去阻止別人 去做這個業務 又或者是減少自己的競爭呢 那留下大家去判斷這件事 但是可以很簡單地在一宗新聞裏面看到 就是說原來社會裏面其實真的是一環扣一環的 沒有了哪個行業不是說一定不行 但是你看到真的很多行業都引致到困難重重 舉個例子 原本那些清潔工人去清潔垃圾桶 周邊的垃圾站附近的廢物的時候 那真的他們從來對紙他們來說 可能他們不用搬這些紙箱 因為始終有一個價值 很快就已經有些人過來撿了這些紙箱 而現在將這些東西再堆在那些負責街道清潔 還有垃圾桶的去負責這些垃圾的朋友身上 其實他們的模型中他們的工作量都會大了很多很多 再加上就是那個叫做垃圾堆田區的吞吐糧 所以一件事裏面來說 其實在社會裏面任何一個行業都是一環扣一環 真是希望盡快將這件事情解決 所謂的解決其實是不是真的完全100%是關於大陸的事 大家看回剛才的新聞就應該會多一點明白 錢每個人都想賺的 就是沒有人不需要開飯的 只不過就是說開飯之中 希望真是一些業界的人士賺錢之餘 第一不要這樣欺壓那些 因為去做這些執子皮 將這些廢鐵廢汽水罐去做回收的 通常都是一些老弱 還有一些真是社會上我們說的最低層最低層的草根人士 如果再在他們身上壓榨這些利潤 就是真的可以叫做為富不仁 就是我們賺錢真的要賺得其所 無論你從事任何一個行業 就是希望本住有少少社會良心 不要覺得自己賺了錢又說代表業界 巴之臂臂的 然後出來又開了記者會 其實更加顯得自己的醜陋 只可以說 希望事情盡快得到解決 或者為什麼我今集會找回收業出來說呢 因為回收業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 回收業他們跟普通 很多時候我們處理一些其他的商業的老闆有少少不同 因為回收牽涉到可能需要動用比較大面積的土地去團職他們回收回來的東西 然後作為一個分類、拆解、再包裝 甚至乎有些是最後廢無可廢的那些 真的完全沒有人收的那些 就再運送去堆填區 那因為牽涉到一個這樣的回收之後 很多時候牽涉到一些分解 以及將一些不同有價值的東西裡面的成份拆出來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我們那個年代 很多人可能跟我都一樣 家裡沒有什麼零用錢 那麼我們其中一個零用錢的來源 就是可能收拾一些廢鐵 就是附近家裡扔出來的爛摩打 或者附近街坊扔出來的爛摩打 廢鐵、廢銅、廢鋁 這樣就拿去一些回收那裡 回收公司那裡 就賺回一些零用錢 所以其實那些行業 他們牽涉到我們小時候 好像現在那些大人那樣 就將個摩打拼爛去找個大鐵鎚 那將中間那些鋁和銅 因為那些價錢比鐵鎚貴 那將銅線拆出來 又或者將一些舊的電線 將膠套 有些人就燒掉 雖然很臭 燒完回來收拾一些銅線 有些人就可能很心機一點 就削了一層膠皮 然後就將銅線分出來 再賣給一些回收箱 這樣價錢比較高 那因為牽涉到這些我們都叫做 相對來說都沒有那麼高的污染 除非是像剛才那樣說 燒掉了 但是有些回收的行業 其實他們引致到污染的機會比較高 譬如說一些回收電路板 因為電路板你要將裡面的銅 或者是白金、黃金 裡面最貴重的成分分解出來 那可能牽涉到都會用一些不同的化學劑 或者是高溫 去將那些有用的成分分解出來 換句話來說 你牽涉到逢是分解的話 因為牽涉到一些化學成分 那很容易將那個土地污染了 甚至乎如果嚴重地影響地下水源 所以相關的環保的要求會比較高 雖然這些高分解、高污染的部分 可能都未必會在香港那裡進行 但是從事這個行業 他們比起其他一般的 其他的商業活動的老闆 可能他在香港領取這個回收的牌照的時候 就已經是要為了環保上面 需要多做很多不同的工夫去提防 他們對於土壤和食水的污染 甚至乎他們會需要為這些環保的守則 的要求去買一份叫做 保險的保險 一些叫做保險的保險 就是萬一他真的污染了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財力 去復收這些造成的污染 又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利益的人 持份者 是因為他這次的污染 引致到一些損失 是需要對對方作出賠償 舉個例子 好像在早幾集之前 我們都有提過 譬如說 在海灘那裏發現很多 廢棄了的電路板 又或者是早幾個星期 大家都仍是記憶猶新的 就是一艘貨船沉沒了 而流出了很多一些叫做棕櫚硬枝的油 其實對於整個海洋的污染 甚至乎是海岸線上面的生物的污染 都是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所以來說 如果從事這一類型業務的老闆 除了他們平常需要買的 相關的勞工責任 一些財物的保險 一些第三者的責任的保險以外 他們是需要為這些環保的部分 去提供一個保險的要求 如果這些環保的業界 甚至乎他們可能想為了提升自己公司的地位 或者是社會的認受性 他們甚至乎如果要拿一些叫做認證 的時候 就更加這些認證的公司 對他們有一個比較嚴謹的要求 就是他們買那張保單 究竟符合那條款 是不是適合認證中心的要求 另外那個保額 是不是適合認證中心的需求 這些都是需要作出進一步的監察 至於除了我剛才有提到的 這些回收箱需要買一些 各方面的保險以外 因為他們的回收箱裡面 因為團積了這麼多值錢的東西 其實在幾年前也試過有些回收箱 試過有些看守這些回收場的人士發生結案 甚至乎有些回收物品 因為淋高 淋得不穩妥的時候 試過發生意外 跌下來摘死 又試過也都是 譬如說他要把回收回來的物品 壓縮的時候 也都試過有些工作人員 因為這些壓縮的程序裡面 做得不夠穩妥而受到死傷的 所以他們除了需要關注剛才的污染以外 一般來說他們這個行業 對於勞工保險方面 保險公司都會多一些關注 以及多一些相關的問題需要問 甚至乎在保費方面 都要作出相關的反應 這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回來再跟大家說另一宗新鮮而辣的保險題目 下一節再見